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股市Q软的影音节目 我是Q软美姐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呢 肋股呢是在轮动 属于轮动的一个状态 在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强势的股股 今天有些休息 那么资金转往小型肋股 那使得呢 今天的加全指数呢 你如果说看到今天的加全指数 今天是属于一个 瑕福震荡的一个格局 瑕福震荡的一个格局 中场还是拉了一下 小赏了两点坐收 但是量能呢 还是一样处于 低迷的一个状态 那从开线形态来看 未来的行情怎么看 未来的行情怎么看呢 短线 其实我认为啦 上礼拜其实我都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短线呢 目前 我站这边好了 目前短线的正规离 有稍微过扩大 就是 这边 与月线季线的 现在目前指数 与月线季线的正规离 扩大了 所以呢 目前也已经 今天已经站上 17200以上了 那也接近了 前波的高点 17463 那现在呢 的状况就容易出现震荡 因为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 这个月线线 月线线与 目前的指数短线 乖离呢 过大 再加上 前一波 7月31号有高点 17463 目前指数 渐渐接近 已经差200多点而已 所以呢 震荡 我认为 我现在这边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震荡过后 将挑战 17463 以上 震荡过后 将挑战17463以上 这是我今天再度的 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在今天 加纯线指数看起来 好像 他显得在休息的一个状态 但是 后续行情 需不需要悲观 不需要悲观 那过去我们怎么跟大家讲 现在 你看到 美国行人起国债的殖利率 它是呈现一个 快速的回落 快速的回落 你看从 这个月开始 现在20号了 回落成这个样子 那 美元指数 也是持续的弱势 那进而呢 你会发现 Fighter Watch Fighter Watch 目前呢 它市场上预估很有趣哦 百分之百 市场上 认为12月份不升息的几率 是达百分之百 就是大家都认为 不会升息 那也就表示说 诶 12月份 12月份升息的几率 就是零 就是零啊 所以大家也不去甩包的什么鹰派 鸽派言论嘛 对不对 大家认为就不升息就是不升息 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哦 我看Fighter Watch的数据哦 不升息的几率是99.8 那今天已经来到百分之百了 所以其实市场上对于未来呢 整体的升息已经告一段落了 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来大家已经在探讨说 降息要降多少 那何时会降息 那明年要怎么降 但已经都已经趋于乐观了 趋于乐观了 但是过去11月13号的时候 我是不是已经有提醒大家 刚刚你看的10年起国債值率 会影响到美元指数 然后呢 还会影响到台币的汇率 还会台币的汇率 那11月13号 我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台股继续上工的关键在哪里 台币有没有 这是11月13号上个礼拜提醒大家的 结果呢 你看看现在的台币汇率 台币汇率已经升破32块 今天呢 我当我看到的时候 基进升将近两脚 也升价大升将近两脚 所以呢 从梅姐跟大家分享 10月13号在这边 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台币 台币的汇率升破32块 够强了吧 那当这一波 11月1号开始起涨至今 在10月份 10月底 大家油头到面 你知道吗 油头到面 然后心情都很低落 但是梅姐是不是 给大家信心喊话 也不是信心喊话 我说的就是客观的事实 我说10月31号 我领先的提醒大家 这叫做什么 黎明前的黑暗 就是最坏就剩这一天了 黎明前的黑暗 有没有 10月31号那天 是一根长黑黑 我跟大家说 最坏已经到底了 那甚至呢 11月1号 我再次提醒大家 选钱 过去选钱 上涨的几率 60天上涨的几率 是高达了六成以上 高达了六成以上 所以你需要在10月31号 那一天感到悲观吗 你需要在10月31号 那一天油多翻空吗 你需要在10月31号 那一天去卖股票吗 我会卖在阿达的位置啊 那另外11月16号 我是不是领先提醒大家 我领先提醒大家说 加薰指数会开始在 加薰指数会开始在 半年前附近做震荡 而且我跟大家讲 震荡过后 它会再度的挑战17000 那如今已经挑战到17200 它是不是 你看到后面的盘式 是不是在半年线上面 有震荡了几天 接下来呢 多头抵挡不了 就是力 就是多头呢 它忍受不了盘整太久 它就是狂冲 所以呢你会看到11月份 就是震荡过后 半年线震荡了几天之后 马上就喷出去了 一下子到今天也用17200 对不对 17200了 所以你看 我们是完美的掌握本坡指数的上涨 完美的掌握本坡指数的上涨 我没有跟你模拟两可 我是不是都直接跟你讲 你在半年线震荡 震荡后不是往下 而是要上攻17000 那我今天我还特别的跟大家讲 震荡过后 因为月季线乖离过大 震荡过后会上17463 会过前高 会过前高 以上就是我今天先跟大家领先分享的 那就是短线月季线震荡离过大 当震荡洗盘之后 会再向上挑战17463 也就是7月今年7月31号 今年新高 今年的高点 会再向上挑战17463 虽然你锁定我们的YouTube影音 你一定都很清楚说 我们跟你讲的 好 我们事先分享的 跟事后你验证的 其实都是一致的啊 那10月16号 我还跟事先提醒大家 10月16号是上礼拜而已吗 上礼拜我事先提醒大家说 贵买将接棒 上个礼拜四 我跟大家讲了吗 讲什么 接下来 将由贵买接棒 好 那现在已经11月20号了 其实我在11月16号 你看哦 这个是加群纸上市 上市有没有 上市呢 今天其实小涨了0.01 今天上市小涨了0.01 那我们看今天上柜 今天上柜涨了0.31 percent 所以呢 上市过去呢 11月1号开始 都是由大型全职股 上市的 上市的成分股呢 再往上吞 那我是不是提前的跟大家分享 礼拜四事先提醒大家 这一波 后续会由贵买开始接棒 那贵买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些属于比较中小型的类股 那你看 在这两天 礼拜五跟今天 是不是贵买 强于上市 对不对 贵买将接棒领军 台股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今天台股虽然只有上涨了两点 加群纸数上涨了两点 但是呢 小型股是活蹦乱跳啊 小型股活蹦又乱跳 那前一波 本波 带领台股上工的工程 是什么 就是台积电嘛 那其实台积电 你看到他的十月份营收 创历史新高 你再去追 你都落后我们很久了 你看台积电要升股息 3.5 那你又开始燃烧起热情 你又晚了我们一步 那你看梅姐怎么样带领会员 领先布置台积电 我在11月2号的时候 10月2号的时候 我就都已经带领会员进场 因为她刚站上月线啊 然后呢 连台积电都有一个波段 但你有想想看吗 这一波的大盘 如果不是因为台积电 会长这么快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操作 永远都是领先布局 不需要追价 是不是都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会去买台积电 因为其实我在10月16号的时候 我已经事先提醒了 当时呢盘面上 当时大家聚焦在哪里你知道吗 聚焦在台积电的法说 究竟好还是不好 市场上呢悲观的大过于乐观的 悲观大过于乐观的 但是梅姐跟她说 即使她法术不好 不好是越好 为什么叫不好是越好 不好代表她股价如果说有反应 她会先下 那先下你是否有便宜可以接 所以呢当梅姐上媒体的访谈性节目的时候 当时台积电的位置在这边 是不是先下 然后再上 我是先下 上的过程当中 我就先拦截了 先卡位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领先布局才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工程就是7月20号跟大家介绍的2454联发科 当时股价7月20号我跟大家分享说股价不到700块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后续 我都是领先跟大家分享 领先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当后续看到联发科的营收成长双位数 后续依然看好 你才要去买联发科吗 那你看到联发科10月的营收亮眼 然后呢创今年次高 你才要去买吗 那时候股价已经八字头了 10月25号我还在介绍 我们7月20号 那时候股价不到700块 我就已经在连线当中 然后跟大家分享 盘中连线当中 跟大家分享联发科 甚至到12月25号 你有没有看到股价是呈现横向压回的 我跟大家说 这个后续还表现机会 结果 从六字头到九字头 六字头到九字头 完整的一个波段 是不是又是百元价差 是不是百元价差 下一档百元价差股你想知道吗 加入美姐Lite小老鼠QQ208 下一档百元价差股你想知道吗 现在你看我们节目一档又一档的百元价差股 我等一下会再意义的跟你分享啊 我们都是领先布局是不是这样子 我是不是跟会员提醒领先布局 我们的操作永远 永远都是领先布局 不需要追价 不需要追价 所以当你看到这篇新闻 出力多的时候 你在追价的时候 它在震荡 它在震荡 但你如果买了这些位阶 这些位阶 你到这边 你震荡了 我今天少赚1% 我今天又多赚2% 有感觉吗 你已经多了两百块价差了 多了两百块价差了 甚至呢 10月6号 我们你加入我Lite 小小鼠Q个208 每天早上9天以前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标果领先报 跟大家分享的IC设计概念 你看当时 位阶 很多人看到这种现行 看就没什么看 大家喜欢看那种喷涨停的 像上礼拜喷涨那种光光 涨停涨停涨停的 大家眼睛都focus在涨停的 可是问题是 你买股票 你要买在前面 等他涨停嘛 对不对 10月6号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这档 3545的敦泰啊 7号再度的跟大家分享 IC设计标股 他在10月6号已经涨这样了 这是同一档股票 甚至呢我在盘中连线 我还提醒大家 联发科有没有 端泰 联发科不要追 你可以留意端泰 你可以加入美姐的YouTube频道 加入美姐的YouTube频道 美姐盘中连线也都有上传在YouTube频道里面 所以呢 美姐在跟大家分享被我脸线抱的时候 以及盘中连线11月7号的时候 我也在这边 那现在呢 已经来到这边 已经来到这边 一百多了 当大家都在讲 他上礼拜五还亮灯掌停 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你才要去追价吗 当你今天开盘的时候 你才去追价吗 你吃到甜头吗 对不对 甚至呢10月8号 我跟大家分享的IC设计概念标股 这一档 这一档是什么呢 6138号的帽打 我跟大家分享的说 就是这个韦杰 而不知不觉也创高了 你今天看到 大家媒体在外来介绍 你才要去追价吗 为什么不领先布局 为什么不抢在前头 所以呢 你如果要领先布局 你要领先掌握最新资讯 你一定要加入美姐YouTube频道 搜寻Q女王 留两名 搜寻Q女王留两名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就都可以锁定美姐的影音分析 然后呢 以及盘中连线 你就可以一网打进了 那甚至你可以将美姐Lite 小小鼠QQ208 小小鼠QQ208 美姐呢 的标普领先报 每天早上9点以前 我分享在这边 这个Lite里面 然后产业区专访 反应解析 标普领先报 以及盘前重点 我都放在Lite小鼠QQ208里面 所以未来还有什么 你可以逢低布局的好标的 你加入美姐Lite小鼠Q208 你就不会错过美姐的一个 一举一动了 不会错过美姐的一举一动 你想要成为赢家 是不是 你听到这里 你就知道 想要成为赢家 一定要走在前头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现在的行情 盘面资金 正如同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资金开始在轮动 盘面资金开始在轮动了 那进入年底 轮动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进入年底 集团作战启动 12月份的特色就是集团作战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首先我们先看神盾集团 今天哪一张股票 喷掌安国 8054 喷掌一大坡 8054安国 神盾集团 喷掌一大 一大段 神盾集团里面的 神盾集团里面的神机 是不是也是开始启动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机会 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华兴集团啊 华兴集团里面 哪一档先喷了 6284加帮吗 再创波兰新高 此外也是一波 后续还会表态 12月份了 当然还有机会啊 那还有什么集团作战概念股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科状元 新科状元 新科状元你看哦 这里有一条 长长的下降轨道线 那在上周它开始爆量突破 现在它还在晃 那现在还在晃代表什么 你现在进场还来得及 对不对 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啊 所以美姐跟大家讲啊 美姐不是长高才叫你追 我都跟大家讲 唯有领先布局才能够产得先机 那就像过去6月28号 我跟大家分享的材料一样啊 4763的材料 6月28号当时股价是五字头 8月14号股价七字头 我还在看好材料KY 但是我出场的时候 我是不是公开跟大家分享 我出在四位数 出在四位数 我讯息都在这边 有没有 这边买进 这边出场 我掌握一倍 我掌握124% 我是不是公开分享说 我出场在四位数 对不对 所以呢经典的女王股 一档接一档 其实我今天我有换耶 你知道为什么换吗 因为排不下去了 因为两行排不下去 两行排不下去 接下来呢 这一档等着你 这一档等着你 星科状元等着你 10月26号 我在节目里面预告了什么 智慧型手机都靠他 智慧型手机都靠他 我跟大家讲说什么 他就是做那一种 折叠型手机 折叠型 折叠型手机的轴承 我当然是没讲那么白嘛 智慧型手机都靠他 对吧 什么 智慧型手机都靠他 那我是不是有透露 透露他是做 折叠型手机的 收费骨 的收费骨 然后里面呢 他基本上长怎样 重点是 他的线型喷了没 一般人看到线型 可能没有兴奋感 可是你看美姐 有没有很兴奋 美姐有没有很兴奋 因为你要找到这种股票 迁战难逢啊 迁战难逢啊 我10月2号的时候领先预告 10月2号领先预告 智慧型手机就靠他 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这一档是什么 3548的照例 那3548的照例 今天怎么样 再度的抢锁掌停 我是不是过去都跟他讲 你自己讲 现在大家都在跟你讲照例嘛 现在都跟你讲轴承嘛 跟你讲新日新 跟你讲照例 那美姐跟你说的是照例 折叠手机的概念 有没有写得很清楚 折叠手机的概念 折叠手机一定要有那个轴承嘛 不然怎么折 然后呢 国内目前只有两家 取的这个认证 所以他一定会受贿的嘛 一定会受贿的嘛 那我们怎么买 我们怎么买 那今天是不是亮灯掌停 我们获利又到达哪里了 又有50%了 又有50%了 今天创挂牌新高 直接亮灯锁掌停 一路锁到底呀 照例是不是 也不是说一路锁到底 你前面要买还是有机会啦 但是你有想到他尾盘直接锁掌停吗 直接锁掌停吗 10月20号 直接亮灯掌停 但是美姐操作 我们不用去追8% 我们不用去追6% 我们不用去追9% 我们早早的150块以下就已经都领先布局了 当时的最后通牒最后邀约 是你要记得吗 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跟上来来得及 这位行手就都靠他 他是什么 折叠型手机的收贿股 我是不是已经都讲明了 那国内就只有两家 你Google搜寻一下资料 你就知道是哪 我这等于是送分题耶 送分题耶 那送分题今天11月20号 然后从2号到20号 18天 18天 你今天100万多50万 200万就多100万 的那个概念 因为你掌握到50%的获利 了解吗 丧尸巴的照例 是不是直接喷掌停 抢吧 11月8号我节目 还领先预告 这档 团团圆圆 在上周五 强攻掌停 我办了一个活动 让大家在light里面去猜 团团圆圆 在上周五掌停 到底是哪一档 有些人猜对 有些人猜错 我觉得猜错的真的是 很不用功耶 很不用功 我直接都已经把黑箭图 都秀给大家了 团团圆圆 上个礼拜五 强攻掌停 今天开高震荡 但是呢 后续有没有机会 后续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后续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错过了50%的 等于你200万资金 你少了100万啦 你错过了照例 那你错过了团团圆圆 那梅姐其实已经准备好 下一档标的给大家 那就是 唯我独尊 为什么说唯我独尊 我现在最看好就是这档股票 他也是属于 IC设计的族群 IC设计的族群今天喷翻天 但你会发现 这档IC设计的族群 他还在整理 他还在整理 过去到现在未接 而且整理一年了 整理一年了 整理一年 我讲高速传输概念 另外也是苹果的供应链 这我是在透露 透露资讯喔 大家看好喔 高速传输概念 苹果概念股 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了 那么今天 现在他还在走向横向 所以我邀请你在这个地方去布局 我从来没有邀请你去追5% 追6% 追7% 追8% 甚至追9% 我邀请你的 都是在这种地位阶 蓄势待发的个股 这档为我独尊 你如果要跟上梅姐的脚步的朋友 梅姐可以帮你的损意 转变为黄金 梅姐可以带你逆转圣 很简单 你想要的布局 为我独尊的朋友 欢迎你拨打梅姐专线 022542 3555 接下来梅姐将带你逆转圣 最后祝大家明天都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